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之前出國度個假 然後呢有一個遊戲機制還沒有玩到 我們就來玩一下吧 哎呀好可惜啊 我就差這麼一隻 我就可以這個先鋒服的巴登上白色了 好那繼續努力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叫做夢魘之夢 那正式服也開啟了 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遊戲說明喔 是要過主線15隻事實才可以參加活動 然後活動中冒險者所使用的英雄 會由系統提供 跟你自己培養的英雄沒有關係 那我們必須要上陣 也不是沒有人用啦 那個他在這一次的這個夢魘入侵啊 是可以用的 然後呢金色也可以用 好然後我們要挑戰八名敵人 冒險者擁有一定生命值 失敗或退出會扣一點生命值 好啦沒關係啦 我們就直接玩玩看齁 獎勵的話這是成就的部分 最後面的話喔 送你一隻SPI隻喔這麼好 然後成就任務 這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成就點數 最多應該就是150點吧 對不對 是不是 150點的話就直接送你一隻SPI隻 也不錯啊對不對齁 好 70點就有一隻I隻了 70點就有一隻I隻了 然後150點也就是600鑽石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應該是70跟90點吧 因為這個寶箱的話還算不錯喔 好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沒關係齁我們就隨便玩齁 這是天賦齁 勝利之後I隻可進階 好 沒什麼可以選的 那就是只能上I隻囉 所以這個就是要讓你看看I隻有多強對不對 還不能跳過戰鬥 進階了進階了進階了 聖光毫無意義 請選擇天賦 喔 蠻有趣的齁 將這個惡夢傳遞技能中轉為聖盲 將目標造成傷害然後還會流失喔 呃 無視目標防禦跟減傷 我覺得這個比較實在吧 喔 獲得英雄喔 這是不是固定的啊 所以這應該會有一個攻略吧 那我覺得 我覺得羅萬蠻萬能的 好 那就羅萬阿 好獲勝了 說誰才是最強的惡魔 好 我們又要選天賦了 我才是惡魔的主角 非虛空半神的英雄會被I隻視為惡魔 這怎麼跟那個梅特利亞有點像啊 咳咳咳咳咳 重來 然後將以爭議方式獲得惡魔的陣型 被視為惡魔的友軍會獲得10點精通 喔 這個要選擇友軍了 呃 對生命15%以下直接斬殺 欸 哇 好猶豫喔 兩個都不錯咧 呃 我覺得這一個好了齁 我覺得這下我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 嗯 費恩 伊索爾的 陶瑞絲好了齁 好 就這樣 陶瑞絲有一些buff喔 好 衝啊 搖搖搖猴 讓大家一起興奮吧 好 又獲勝了 戰神實力就這樣 再選天賦喔 受到致命傷害的時候呢 可以恢復 呃 然後呢 心智 鞭炭 會在敵方密集區造成跟SP獅子一樣 好 我們都選擇攻擊喔 喔 還可以 羅萬還可以進階喔 可是羅萬應該不用進階啊 我們應該要的是 對不對 多一點角色比較重要吧 對不對 齁 而且 我角色越多 埃茲可以轉為惡魔的陣型啊 我們先把角色湊滿再說好了 而且羅萬進階有什麼用 呵呵 對啊 好 阿羅萬進階可能有那個什麼 就是 就是那個 家具吧 是不是 好 我們又升級了 天賦 沒有了莫塔斯 你什麼都不是 惡夢分身 造成傷害達到15次 15次喔 剛戰鬥的話 他有傷害那麼多次嗎 那我覺得這一個 我覺得這一個好了齁 好 然後 再邀請誰呢 蝴蝶 喔 塔西跟埃茲 這兩個人放在一起 感覺蠻有趣的喔 好啦 蝴蝶啦 就這樣子啦 對不對 哇 塔西剛開始就被秒了 哇 這樣子我會損失生命值嗎 OK 好 犧牲自由就會變強嗎 敵人受到 風 將施展風切 高於50%不能恢復 每12秒提升 不能恢復生命值 好像對敵人還好齁 呃 我看一下齁 這樣子我的羅萬 呃 你要服的家具應該比較重要 雖然我也忘記他的家具是什麼了 呵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喔 阿塔莉亞呢 啊 我應該讓阿塔莉亞睡覺了 欸 欸 過關了 漂亮喔 休想再閃 好 施展必殺技會召喚出巨戒 普通期間會無敵不可選 他好像不大需要無敵不可選喔 對不對 好了這個好了齁 然後我們的蝴蝶再進階 OK 那 呃 先睡鳳凰 這要考慮他要睡誰喔 他對到亞瑟就沒什麼意義啊 你開場去睡亞瑟幹嘛 所以要睡一個比較重要的 喔 像 泡膜也很痛 喔 這些都很痛耶 奧黛也很痛 泡膜好了 泡膜好了 好 好過關 哎呦 這次沒辦法再復活 這次在嗆我們的這一個 呃這個塔莉嗎 我也會復活 欸我剛剛都沒死掉啊 釋放必殺技消耗 然後給他們護盾 啊這個好了 欸欸 欸 半神喔 半神好像不需要 好了好了 先選擇一個半神好了 但是他好像不能使用半神嘛對不對 非虛空非半神 對啊 我好像不應該上半神的角色 呃 那就還是這個樣子吧 要讓誰睡覺啊 讓我們的 呃 好 讓梭莉絲睡覺好了 讓梭莉絲睡覺好了 好 呃 呃 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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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 好 呃 55個 蛤 潛入夢境 好 看我把你們一一擊敗 喔 這又是下一輪喔 好我們來領一下 呃 成就點數 呃 再來 然後又重新開始了是不是 收集60點成就點數 喔下一輪 敵人會不一樣 好 好 好 這第一場不可能輸嘛對不對 好再來 I選I之1打5 首次受到致死傷害 會獲得護盾 呃 四方技能 喔 那我覺得我選跟之前差不多好了 呃 阿斯塔 我還是選擇羅萬喔 羅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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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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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好危險喔 好再來 呃 直接斬殺 嗯我還是選擇這一個 呃 特雷之諾好了齁 特雷之諾 特雷之諾 別再是這樣 真的 看 其實 守衛王 想及這個 好 戰喔 再來一個 無視目標防禦跟減傷 每秒流失 不要不要 我們打快 然後還是陶瑞斯 畢竟在這個 打高傷的活動 詛咒夢境夢境入侵都會用到陶瑞斯 哎呀掛掉 掛掉 沒問題 陶瑞斯如果說給他進階的話 就很強了 死亡 不用不用不用 施放必殺技這一個 羅萬升級 羅萬升級 哎 羅萬升級了 我記得他的家具好像是藥水升級吧 我記得羅萬升級好像效果不是很大 我是希望陶瑞斯升級啊 然後這個的話 嗯 不能恢復聲明不要 魔衣對決好了 欸 陶瑞斯升級了 陶瑞斯升級了 喔 陶瑞斯升級就不一樣了喔 說不定陶瑞斯是傷害最高的 看一下喔 欸第二高第二高 好這個選誰呢 傷害打15次會創造出來一個分身 呃不能受到治療效果 該效果會轉成傷害 好 不然試試看這個好了 噩夢分身 喔 尼奧浮聲接 欸 讚喔 讚喔 15次會造出一個分身是不是 有分身嗎 欸 好像有分身 還是這是大招的 啊 搞不清楚喔 看一下喔 哇 一個人齁 再選擇 大招期間會恢復生命 心智鞭塌 會造成污水之靈 喔這個好這個好 好像有召喚物喔 喔來來來 進階進階最好了 沒有人能阻阻我 沒有錯 哇 喔這個真的變難欸 五個SP喔 那我看我先睡獅子好了 獅子太快了 不對色恩也很快 哇 這個這個 我這個 蠻危險的 好 睡獅子 蛤 獅子也控不住欸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贏得了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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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喔水喔 嘿嘿 沒有辦法再復活了吧 塔琳 好 3分鐘過關 喔 再來一輪 啊 才10個喔 喔 好 我已經60點了 啊 70點呢 3次挑戰 然後挑戰到第8關的時候 生命值為1 蛤 我還要故意輸到生命值為1喔 然後解鎖16的總天賦 喔 啊我剛剛都是選我有的 呃我有的 然後第三關的話 緊上陣 孤單又燦爛 到第5關 喔 科學怪人 將他升到最高等級 還要送葬者 啊 那接下來這幾輪的話 我應該要做這些挑戰了 喔 齁 所以說呢 我要選擇 呃 首先是第三關的話 我只上陣這一個 埃茲 然後第5關的話呢 我要上陣埃茲 跟另外一個人 然後第8關的話呢 我只能上陣4個人 我只能上陣4個人 華爾克 然後送葬者 然後還有這個科學怪人 還有4蛇者 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好 這樣子我知道了 那我們這一次 我們就來解一些成就任務吧 欸 屁啦 那張打屁啊 啊 第一關就死掉了 我怎麼辦 對啊 這個沒有辦法啊 一開始沒得選啊 呃 所以我要 我要選我沒選過的 齁 像幽靈一樣 然後 嗯 我還是選擇 這一次我選擇匠神好了 不對喔 他沒有說匠神要升到最高欸 送葬者是福克斯福克斯 齁 所以我要讓福克斯升到最高 然後 有一個條件是 欸 第三關的時候 我只能上一個人對不對 第三關的時候 只能上一個人齁 所以第二關的時候我可以上 我可以上兩個人 齁 嗯 這個 好吧 之前沒選 然後 瓦爾克我也要選 哇 這個我贏得了嗎 好 瓦爾克 這邊的話呢 我只能上一個人 這樣行嗎 可以 可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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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不是差一咪咪啦 差一咪咪啦 差一咪咪啦 睡啦睡啦睡啦 這有點隨機啦 好 好 然後呢 我要選擇 不一樣的 這邊 欸 福克斯升級囉 太好了 等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齁 啊 這一場 欸 這一場還沒打完 所以說 我還沒有結算 是不是 好 那就再來吧 來看一下齁 他是他第五關是怎麼樣 第八關 第五關要上兩個人齁 所以這是第四關 我可以全上齁 好 然後呢 呃 我選擇這一個齁 瓦爾克也進階了 我只能上兩個人 GO 瓦爾克 瓦爾克 呃 瓦爾克喔 好 不行啦 這個選瓦爾克太困難了啦 那福克斯呢 喔 選瓦爾克真的太困難了啦 啊 太困難了 太困難了 第五關要上兩個人 你 你前面的那個天賦可能要好 然後 哇 我卡關了 我卡關了 喔 這 這 這兩個人真的是沒有幫助耶 我看 我看你不能一次一次解這兩個人 呵 你還是要選一些比較 比較強的這個同伴喔 好 這樣子結束了 但是呢 因為我剛剛這樣子齁 至少我解了這兩個成就 所以接下來我就不用選他們兩個了 呵 我就不用選瓦爾克跟那個福克斯了 齁 再來一輪 欸 有沒有 一口氣獲得25點 欸 欸 太好了齁 等一下我終於可以不用選那個 瓦爾克跟這個福克斯了 那 所以說呢 喔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我要選這個 呃 哲斯庫 還有科學怪人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第五關 啊 第八關啊 然後 欸 再來齁 各種天賦都解一解 那這個第八關生命值為1的時候 你可以故意輸嘛 輸到只剩1的時候再去挑戰 大概是這個樣子啊 然後呢送你一隻SPI隻喔 好啦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沒有要打算給他升到30喔